字幕提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創府激發碟 阿傑 先問你 你心目中 你想爸爸應該要具備甚麼條件 我想多些時間陪我 或多些同學一起參加不同活動 因為你的時間很少 希望爸爸可以多些時間陪你 不過有商場做了一個調查 訪問了五百個中小學生 他們的看法沒有你這樣想 他覺得原來首先要疼他 然後要做人欲提款機 才是一個理想爸爸的條件 之後要搞笑和有趣 亦都選出了誰是香港最理想的爸爸 竟然是李嘉誠先生 就是我們的本港首富 可能和一些事件有關 我想是 可能在說他分家產這個問題 大家都很想做他的兒子 可以分身家 說笑而已 不過今天我們講到 場實主席李嘉誠 不如我們也講一下地產股 這也是現實一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行地主席李兆基 昨天說了一個故事 他就說如果要選擇買樓 還是買股票的話 他寧願選擇買地產股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如果拿一千萬去買地產股 那個升幅應該會跑贏買樓 其實都看回今天的股票市場 看到地產股也有不錯的升幅 好像是行地都升了超過百分之四 接著要問一下阿杰 其實地產股是否真的考慮得過 我想主主原因就是 其實現在大家知道 其實香港的樓都已經破為貴 那段時間沒有怎麼回跳過 其實很多負擔水平已經脫離現實了 所以相對來說 其實現在很多地產股的股票 其實股價對它的淨資坦值來說 都是折舊的 普遍來說折舊是六成多至七成左右的水平 其實老實說 不少有吸引性在這裏 但是唯獨 很多技術上來說 很多地產股 其實我看到暫時還未建立底部 還在下降軌道的情況 還有暫時來說 雖然偶一輛反彈 但是完全轉向趨勢來說 暫時未很明顯看到 還有講到外圍市況不穩 可能影響到本土經濟 尤其是香港外圈營經濟 可能譬如歐洲那邊 假設出現問題的話 其實香港這邊的信貸 都可能會有收縮 或者買樓預約都會低了 可能屬於地產股的股值 或者地價或者資產價值 可能會有一個再繼續下調的機率 所以說 現在你說地產股的股值 相對淨資坦值來說 不是貴 甚至有折養 但是會不會再進一步折養 其實這個考慮 我覺得都會需要擔心 所以說 暫時來說 我自己個人來說 對地產股的戒心 是否比較強一點 對地產股的戒心強一點 就是說現在 暫時都未必是一個 好的入市時機 不過到底會不會 好像四叔這樣說 就可能是 買樓就沒有買地產股 那麼吸引 那就不知了 因為可能 樓市的升幅 對 因為樓市的升幅 真的未必及買股票 不過阿傑就說 如果在這段時間選擇的話 大家都是看定一點 好了 看定一點 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九昌有可否考慮得過呢 因為 他終於在海港城那邊 一個逐租的事件 就搞定了 跟政府談判 未來21年 都可以跟政府 繼續租這一幅地 就是以97億元 如果除了開計 發水面積有四成的話 大約每月是被35元的赤租 價錢相當吸引 是的 現在在廣東道那邊 很多名店臨立 那些名店 可能那些赤租 都已經過千元 那如果35元赤租 都真是挺吸引 我想 其實老實說 都真是令到市場 對他一些 我們叫不確定性 真的消除了 其實 也都是 他現在基本上 已經完全肯定了 那塊地 譬如未來21年都可以用 其實實說 代表他們已經可以 真的去大糾特搞了 即是可以真的做發展 怎樣令到資產價值更加上升 其實市場也預計了 今次他續租的保地加金額 其實是比預期之中低的 老實說 對於他未來包裝的成本 或者包裝的升值潛力 其實都會很大 即是說 匯德峰和九倉本身的 目標價 目標價 和資產總值的股值 所以短期來說 我相信 對於這兩隻股票的幫助 都會比較大一點 加上這兩隻股票 自己本身做的業務 都會比較分散一點 加上他們在收租的業務 都會比較擺重一點 在市房 其實可能市場 不是那麼穩定之下 其實股價相對來說 會比較高一點 亦都可能會比較實 投資者的歡迎 但是唯獨要深一點 就是擔不擔心 可能現在大家香港說 香港經濟可能 因為受到外衛影響 而我們做零售的業務 會稍為一個倒退或者減慢 影響到這一類 譬如租一些商場 或者租一些商戶 商戶 或者商業大廈 這類企業 可能會受到這個影響 這個籌資者 值得就要留意了 好 我看到今天 譬如九倉和匯德峰 都升超過3% 我問一下一結 雖然地產股 就不建議我們買 譬如這一類型 去收租股 又可否考慮一下 我覺得這兩種 相對地產股 主要做發展 可能相對會比較吸引 老實說剛才說了 市場收租股 現在的投資者比較喜愛 加上他們的股值 亦相對地產股率便宜 九倉現在的 剩下股價值 大概剩下4% 即是剩下股價值 剩下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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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剛才的地產股率便宜 加上 在技術組織上 兩隻都明顯見到一個 很足底的情況 甚至出現 開始改變下股價值 我覺得 可以考慮一下 用一定的資金 去搏一搏 這一段的反彈 唯獨小心點 剛才說了 如果真是外圍情況變差 其實絕對會有機會 影響到香港本港的經濟 其實整個 我們叫做基本因素 不同了之後 其實可能他們的防守性 那個情況 可能就未必好像現在 遇上之中那樣漂亮 那個風景 好啊 你剛才看到 惠德鋒 現在可以考慮 看到他今天收市 都24.35元 是不是真的現價 可以分段買入 我覺得現價 其實可以去買入一部份 因為 短期來說 我覺得他暫時 技術走勢上 都開始有一個轉向的跡象 可能短期來說 都有機會上回26元以上的位置